在淡水区淡海新市镇滨海路二段与沙伦路一段的交汇路口 目前是淡海轻轨捷运在通车之后 平面段最大的交汇路口 而立长说这个路口车流量相当多 在轻轨通车之后担心会跟轻轨发生碰撞的危险 而捷运局的科长也说 确实是要进行评估以及规划 不仅是要确保轻轨列车的通行顺畅 也是要保障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在淡水区淡海新市镇滨海路二段与沙伦路一段的交汇路口 目前是淡海轻轨捷运在通车之后 平面段最大的交汇路口 不过立长日前就邀请市议员蔡景贤服务处 新北市警察局 捷运局等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 立长说这个路口由于车流量相当多 在轻轨通车之后 车辆左右转没有专用到的空间 担心会与轻轨发生碰撞危险 那我们建议轻轨检局能够考量整个耗制的设置 怎么样让民众能够来遵循 尤其在我们滨海沙伦路口 跟滨海一山路口这个地方 要确实的来宣导 怎么样让民众能够来遵循交通耗制行使 那么在整个设置 我们滨海路的那个左转沙伦路 这个带转区确实不足 他如果说要带转的话会阻碍到一个车道 里长说要从滨海路二段要左转进到沙伦路一段 往沙伦方向的车辆往往都不按照号制直接左转 并且也没有停在停等线的后方等待 若是轻轨通车之后 有可能会与轻轨列车冲突 而对此市议员蔡景贤服务处也表示 认为这个路口是平面段 与一般道路口交汇是最复杂的路口 也希望市府单位可以重新规划 那里长向我们反映 这是要为了安全起见 要装饰摄影机 还有一些器材设备 因为人越来越多的话很危险 所以议员也希望说交通局跟警察局 要注意交通安全的问题 那以后人口越来越多 尤其是淡江大桥即将开辟了 到时候人口多的话很危险 那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收集了相关里长 还有主任的意见 我们会把这个意见带回去 请我们再来另案召会 来请交通局跟相关单位等等 来做一个整体性的评估 那来确保这个民众的一个安全 面对淡海轻轨即将通车 从市民服务中心站点开始 第一期的平面段 共有八个站点 会与一般道路共用空间 而捷运局的科长也说 确实需要进行评估与规划 而未来也会将路口 与一般道路接触的轨道部分 用银色块来区分 并且加强标示与宣导 而最后的整体规划 也会与交通局来讨论 不仅是要确保轻轨列车的通行顺畅 更要保障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记得许端一带是采访报道